追高毁一生 抄底穷三代 用好这个指标 女士都变白富美 男士都成高富帅 大家好 我是琳达 最近和一个私募大哥交流的时候呢 他跟我说 炒股有十几年的时间 经历过牛市和熊市 曾经呢 也赚过不少钱 但是呢 最终能够改变账户命运的 并且带来跳跃式上升的 也就是中间抓了几只大牛股 其中呢 他用到了一个特殊的指标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好奇 他到底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那今天我也不藏私 把这个绝招分享给大家 如果您是第一次观看本视频的朋友 建议您先关注收藏再观看 以便你长期的跟随我学习 股市的实战知识和方法 好了 我们进入今天的课程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内容是 CCI经典皇家战法 关于CCI指标 之前的视频已经给大家简单讲解过使用方法了 CCI呢 首先有三条线 负的100线 我们称为D线 零轴 我们称为强弱的一个分界线 正的100这条线 我们称为天线 天线呢 这个是代表的高抛线或者说加速线 那么我们D线呢也称为DC超底线 在DC超底线 D线之下我们称为超卖区 在天线之上我们称超卖区 另外呢 CCI还有一条顺势线 我们也叫做买卖操作线 当买卖操作线向上上穿D线 负的100线 我们属于DC超底的点 当它上穿正100天线时 就是我们追账的一个买点 好了 其他的就不做过多的一个赘述 我们今天使用的是天线和顺势线 正常CCI的使用的指标是在天线之上 是做多抓暴涨 天线之下是迈出和离场 接下来我们看啊 在指数上进行一个使用 我们发现CCI在这个位置 先是下穿了100天线 然后再次进行了上穿 随后股价就开始了这种暴涨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进行买入的话 就可以抓住这种暴涨大阳线的跳空 那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CCI 它是一个非常灵敏的 专门用来抓暴涨的这么一个指标 现在听课的您应该很兴奋 甚至有的人恨不得马上就要去验证一下 但是呢 Linda要在这里呢 给大家泼一盆冷水 那就是在这种位置 CCI的上穿一共出现了八次 我们看一下 这是第一次 这是第二次 这是第三次 这是第四次 看第五次 再看第六次 第七次 第八次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们想象当中很可能就是在第八次 我直接买进 然后呢 直接开始暴涨 但是你要试想一下 我们可能在第一到第八次 其中的任何一次买进了 那买入以后呢 就会经历八次这种洗盘 而最终才会抓到这一波暴涨 那么现在我们再想一下 八次上穿您能坚持到最后吗 我相信听课的各位都没有这么好的心态 坚持到最后 那有人就说了 这个四目大哥是怎样抓到牛骨的呢 接着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图 同样的一个图形 不同的是CCI的参数改变了 我们还是用上穿100的这个天线来抓暴涨 很明显的看到 只有一处的上穿 并且是直接找到了启动点 那因此呢 改良后的CCI是非常的快 然后又非常的精准 所以使用这个改良之后的CCI 才最终让我们抓到了这一波暴涨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两个案例 这个呢 是我们之前抓到过的一只牛骨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股票呢 在这个位置是形成了六次的上穿100的天线 看啊 123456上穿了天线才最终形成了真正的启动点 而我们来看修改之后的CCI参数 是直接一次就抓到了这个启动点 非常的精准 也非常的快 然后再来看啊 这个股票也是使用原版的CCI 它也是经历六次上穿 才找到了这个启动点 那六次的洗盘 一般都会将大部分散户清洗出局 而抓不到最终的这种暴涨 但是我们使用修改过的CCI 我们看 很明显的就能看到 之前为什么不能形成暴涨呢 就是因为在之前任何一次的这种向上反弹的过程当中 都没有上穿CCI的这个天线 而只有在这一次完成了上穿这个动作 那么在这种位置就可以去介入真正的吃上大肉 让翻倍成为一种习惯 而且如图所示啊 我们用了改良后的参数 上穿地线的抄底买点 和上穿天线的追涨买点 两不误 在刚刚的讲述中 我并没有把改良后的参数告诉大家 大家可以打开说明里的获取方式 里面有whatsapp 只要whatsapp就可以免费获取指标参数 因为播放量是非常大的 对于这个参数 我们知道的人越少 他就会越准确 所以就不在评论区公布了 本视频即将结束 还没有关注的 一定要点上关注 还没有收藏的 一定要点上收藏 点赞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 朋友们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并且订阅